中國偵察氣球闖入美國領空 使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仿中形成喊咖 至於訪問延後的確切時間 華府最新表示將會在適當時機重新安排 並強調沒有人希望看到衝突發生 白宮表示 中國的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空 完全無法改善美中之間 本來就很緊張的關係 分析認為這是美國人第一次體驗到 來自中國國安挑戰的具體象徵 介紹了中國對美國本土的威脅 並非遙不可及 因此偵察氣球事件 很可能成為美中新冷戰的關鍵 中方對於這顆入侵美國領空的氣球 則一再強調是個偶發意外 並表示氣球屬於民用性質 抨擊美方使用武力將其擊落 中方將根據事態的發展 作出必要反應 雖然中方堅稱氣球是民用的無人飛艇 不過有外國媒體發現 解放軍近期發表的多篇論文 主張應該進一步發展相關的高空氣球科技 並且在特定任務中部署 直接打臉中方說法 而外界高度關切被擊落的氣球殘骸 後續將如何處置 白宮指出沒有把殘骸還給北京的打算 華語新聞黃宇軍綜合報導